好,各位早晨 早晨了,軒仔 今天時間是6月16日 現在錄影的時間 不要說幾點 被老闆見到就很嚴重 好了,今天是黃雨警告 我的車就在樓下 黃雨警告 上次因為好月天氣特別警告 我說拍一輛車中午拍 叫家屋督導員不要抄牌 因為好月天氣警告 很危險的,戶外工作 好聽我說 兩次都沒有執行 這個好月天氣警告之下的工作 以免影響了健康 今天在黃雨警告之下 我照了拍一輛車在下面 我覺得都是生命誠可貴 不要納亂,黃雨警告之下去那裡抄牌 是工作的問題 不關我的事 黃色 暴雨警告之下 都是不要出去抄牌的 希望完節目之後再多拿一輛車 好,阿欣仔今天有什麼 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單 當然就是這個布林肯 打算來這個中國做訪問 中國外交部 正直有這個消息的了 18到19號 但是似乎大家都有很多事情都要談 包括是什麼呢 就是 例如連美亞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究竟請不請李家超過去呢 這個就是一個疑問 因為事源於 就是 美國的國務院 就是說 阿欣仔開這個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就要請成員國和成員 就是成員地區 包括就是香港 香港呢 本身就應該是特首李家超過去 但是無獨有偶地 李家超早前因為這個修例風波關係被制裁 這個消息傳出之後 美國的跨黨派的議員 加上其實是四個而已 但問題在於跨黨派 民主共和兩黨都有 聯名就去問 究竟發生什麼事 以及是不是不應該邀請他過去 那這件事就罵得很大 現在美國就 還沒有特別反應 歐盟那邊這些歐洲國家 就說不應該 大家都以美國為馬手是瞻 其實暗示了這些前奏 聚幕 就是好像你上正華的時候 弄回一些片頭給大家看看 現在的片頭都很多 就是布南肯過去這個 就是已經拼了取 就是過去中國訪問 那又弄單 阿杜魯多 就叫阿投行那個什麼 CEO 就是辭職 說那個阿投行 全部都給共產黨支配 就是又弄一單 那跟著之前又弄一單 中國在古巴做過什麼 就是蝕聽的 偷聽戲 每次在布南肯出訪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這些是幫他做勢 拿些籌碼 就是你外面那些 多不妥理 我來訪問你 拆通他 那些古惑仔一定是這樣 就是可以整盆 擠在你門口 在你門口搞些事情 你是不是不想那麼多麻煩 你找我 你找了我打聊天之後 外面就沒有麻煩 其實他是想 弄一些這樣的東西出來 等他聊天的時候 有些籌碼 還是 是弄一些東西出來 是讓你 你怎麼那麼多事情搞 聊什麼 聊來聊去 你還在外面玩東西 不要過來聊 我真的 我唯一 坊間有個解釋 這些東西 是沙利文搞出來的 布南肯都不想 沙利文 就跟布南肯爭拳 那邊有些金珠 就放些什麼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以我們古惑仔的路徑 就像放門家 搞到你門口 很多事情搞完 你讓我進去談完 就沒有那些事情 大家談完 反正真的有另外一邊 不過我覺得像布南肯很頭痛 就是 你最後的目標 他的目標是希望 踏足中國土地 談到事情 如果這個任務 他搞不定 在外面搞到門面 我想都不是他個人的意願 我覺得他挺頭痛 這件事都證明 在美國裏面 真的可能有兩樣 壓派鷹派 壓派鷹派在這裡 大家互刀 不知道 刀不行 現在 只要有人說 心穩這個即場踢鑊之道 誰出事 永遠都不在辦公室出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做錯事 純粹你們會踢過去 老闆追究不了 同樣地 沙利文也好 暴臨朋友也好 大家在同一個辦公室工作 有什麼可能是事情 過不了大老闆呢 當然 這個似乎峰迴路轉 李家超 究竟可不可以去 首先就是美國要不要邀請 其次就是 中國肯不肯答應 第三就是 香港去不去 似乎有很多 迂迴曲折 峰迴路轉的劇情 其實這些也是像那些 倉務上限的 拿來談 李家超 這個純粹人情 一定讓他過去 大家在這裡玩 完全沒有難度 就是讓他過去 究竟李家超 選不選擇不去 好像國防長 他這樣說 喂 我怎麼跟你談 在旁邊的 你正在制裁我 你都不妥 你叫我和你談 他說不談 李家超是否有權 他說 你正在制裁我 去到幾分鐘 好像華為 馬猛周 這個制裁 你不讓我回來 行不行 我覺得李家超 是否 不過外交時務 就特區作主 所以 如果 真的玩大一點 中國說 那你就不要去 去不去 視像 視像 你都失色 所以 現在你都在玩 你布南肯 搞了那麼久 說要去這個 中國訪問 但是呢 你又訪那麼多料出 有古巴料 有投行料 有這個 李家超 不讓他去料 但是 中國 這件事 玩得好 你未來之前 我答應你來 不過 阿彪基 都落你面子 你裏面那個富商 世界級富豪 阿彪基 談都不用談 基本上好像說 你來啊 好啊 立刻紅地毯 高格調 高格調歡迎阿彪基 其實這件事 我們以請客之道 以中國人 不止這個文化 中國人請客之道 你求到幾十次來 喝茶吃飯 嘗嘗你的私房菜 行不行 我也不讓你來 然後 軒仔你行不行 有空 今晚有空 今晚有空 今晚來吃 有一個特別措施 金牌 瑤柱鮑魚果精種 給你試 過來做節 那你都很沒面子 即是訂桌 訂的都訂不到 明年 先皇菜現在的訂桌 即是看到非市 那間店很麻煩 訂桌 訂半年都沒有 但是阿彪仔說 那你今晚有空 有空 你來吃 你會訂桌嗎 沒有啊 我走過去便可以吃 我一定有間房 我隨時都可以 我跟他熟 那這些便是非市 即是你訂私房 整個都是 三個月呢 整個月沒有 那忽然間老朋友說 你想吃啊 今晚來吃啊 後晚有空 這些便是非市 即是命落你面 不過我們鬼佬 不知道這些 不知道這些 即是請客知道 即是非市 要怎樣教 那當然啦 美國怎麼會是 普通的禮儀都不會 即是 即是 啊 即是 搞不定 知道了 那講完這個之後 講香港現在 大熱的話題 就是那隻鴨 最近黃鴨 即是6月18日 就說了是最後的戰出 那一點之後 就會在維港出巡 先由維港經銅鑼灣 去避風塘 然後游去尖沙咀 即是游一圈 即期間會經過星光大道 或者是文化中心 和中環海面 全程大概兩個小時 全部打卡位了 主辦多個都呼籲了 那你們這樣還有黃鴨 那你就千萬不要去包艇啊 包船啊 那去那裡 即是近距離 和小黃鴨打卡 因為你在水流 波浪 我拍下小黃鴨的 又沉一次就不好啦 那口癢就說 那我不搭船 不搭船過去 我游泳過去 那大佬千萬不要 那些東西搞 那這個很有戲劇性 很有做秀的鋪排 那剛剛星期日呢 就是父親節 那壓續演出 那我就 我們這些就叫做 好彩 如果我的女兒 還是小孩的時候 哎呀 爸爸 父親節啊 我們去那裡 跟小黃鴨告辯 那父親節 現在就益父親節嗎 又不是老爸做 又拖自己 化骨龍 串山泄水 去到周圍打卡位 又不是做餐死 所以我很慶幸 我的女兒長大了 哎 他不會說 爸爸父親節啊 我打你去看小黃鴨吧 不用了 你自己跟男朋友去看 你不要搞我 不過小黃鴨我都幾開心 整件事 我不知道軒仔你怎麼看 你有沒有跟女朋友去那裡小黃鴨 去那裡打卡 整個年輕人去 開不開心 小黃鴨 有沒有理由 有沒有給你一個理由 有沒有去玩 老闆肯放假 你要等教訓禮拜日 你基本上要 差點要上班 我今次跟兄弟都說了 小黃鴨 我們學寫劇本 就好像小黃鴨一樣 就對的 如果你上個禮拜 沒有小黃鴨 被人自動放棄 這個禮拜日 即是你的高潮 第二個高潮 拒不起來 寫劇本就說 怎樣寫一個人物 要別人同情 要別人支持 這些就是劇本 本來小黃鴨出場了 然後帶給大家歡樂 遇上去打卡 忽然之間 你弄個setback 即是我們說 把人物做低 拿個同情位 怎樣同情 哎呀 小黃鴨沒有了 變尺尺 變成小黃蛋黃 整隻東西 真可憐了 不要緊 我們想辦法 我們救回他 在那裡 大家憂心促促其間 小黃鴨 哇 重新又 又被鼓勵打氣 變回一隻大黃鴨 接著 你就有point 禮拜天去看 即是寫人物 戲劇 怎樣到處都要學習 那你本來可以 看完電視就算了 不是 小黃鴨分分鐘又漏氣又爆胎 那我一定要去看 給一些鼓勵小黃鴨 支持他 不要放棄 我們去看他 那這些就是戲劇性 即是你 當然他不是故意 有時候做人 你有時候 令到個人物 令到別人同情支持 我要再拿個高潮 即是高潮好看 你就有個大套 那小黃鴨呢 我退回去 今早跟憲仔說 哎 那個特朗普 都是這樣的 你覺得 過不了這關呢 特朗普 憲仔 那就是剛剛講到特朗普這個話題 那就講一下特朗普現在的情況 那就是特朗普呢 即美國前衆 特朗普涉及不當處理機密案 起訴37項罪名 那就是早前呢 大家就會估計 可能就撞正下個 即是下個 即是下個 2024年大選那個檔期 令到他呢 即選情就有很大的影響 那但是似乎最近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呢 即是可以去了 南佛羅里達州的聯邦法院處理 那這個法院呢 就外號叫火箭法庭 那多數很多案件 都在70天之內就解決了 Ugenin兩個小時 那也有專家認為 雖然案件比較多 那但是可能在半年之內就會解決 即是沒有了他的選情 那這個呢 這個就有幾樣東西 喂 即是我們吃花生 就很好看 即是堂堂特朗普前總統 這些又像一些 即是像政治追殺 即是你那些 南韓總統又被人告 那些巴西總統都被人告 意大利總統全部都 一落台就罵你了 那這些就必然的 指定動作 不過鬼據你留下的證據 就被人來罵嗎 那這個呢 即是 即我看起來 我們是吃花生 那就是 其實美國那邊都是吃花生 即是你看到 哇他出庭的時候 剛剛說 即是你即是讀氣都讀不到 就是他生日 即是不是 就是他生日 即是你讀氣就是這樣 又是 那現在就 新聞又回到去 新聞就娛樂化了 司法呢 即是法律呢 就是戲劇化了 即是很好看 這個就是等於全世界看那個 O.J. Simpson O.J. Simpson 那時候審訊 那麼過不過關呢 你做到個勢 那麼大 那麼多人看 萬人空巷 還要七十天之內搞定 七個月之內搞定 要快速審判 直接鋪定條路 讓他自動洗底 然後就競選總統 哇 現在真是勢不可當 這些也是 又是小黃鴨寫人物 即是學習戲劇 你要的目標要做 特朗普第二個高潮 你之前 一定要做一個谷底 低谷位給他 被人咬他 那你就慾緊 那些觀眾 那些粉絲就緊張了 你一定要咬到他們的谷底 死了 這關過不了要坐牢的 出不了來競選總 很失望的那些粉絲 即是 你又要做的 那你就同情了 如果這關你看得到 這關過了 即是你死一個人物 那人們就高山低谷 這些人物就好看 即是人生就戲劇化 這個司法又是戲劇化 那麼這個新聞又娛樂化 其實有好看 那個勢呢 你去這關 你看到的 他都快速審判 一定拿爬 一定說得好 喂你害怕的 如果萬一他真的過到這關 你不給他面子 他做總統的時候 他這個人有受必報 那所以 所以你這關 我覺得他 勢這麼厲害 這些沒事的 你看 你看 你找找大師來 查查梅花易數也好 看看風水也好 你最 有智慧不如趁勢 即是法官都這麼說 有智慧不如趁勢 現在 但是想個勢這麼厲害 共和黨都沒有人出來 你像呂達州州長 桑德斯 自己說出來做共和黨候選人 都是 我就在你門口燒炮獎 我就贏你 你桑德斯怎麼算 勢都弱了 怎麼出來談 你沒得好說 我覺得 簡直好像看戲一樣 新聞又娛樂化 政治戲劇化 過了這一關 這個人物就好寫 就好看 這個真是 敬過姜太公 七十拜相 這個真是 我覺得 共和黨都沒有人出來敢挑戰 整個司法界 因為已經戲劇化了 就是戲劇化了 而大家跟真相沒有什麼 因為有鬼人擔心 那些什麼機密文件在那裡 誰搞出來 哪鬼人擦 你拜登都有 不過叫做多些 那些人做四年 就多些 我們那些書 賣不去 你出了幾本書 賣不去的書 都多幾本在那裡 在那裡擺倉 那現在大家都不關心 一上到法庭 不要說 民主制度 大家在那裡 大家在那裡 反思法律制度 都是 一上一庭 搞下搞下 大家對真相 沒什麼興趣 就是怎樣去應付那些 就是 辯方律師的質問 就是看你怎樣過關 大家鬥挑 O.J.Samson 都過到關 特朗普 怎麼過不了啊 現在那裡 是不是陳文彬說 那個 港大 中大那個教授 那個毒氣球 令到老婆和女兒 在車上中毒生夢 現在都說 先打官司 現在在質疑活塞的問題 都打啦 分分鐘 分分鐘都動 一上到法庭 就沒有真相 鬼人 你那些機密文件 做不重要 看你怎樣打 一定會掉的 沒得談的 特朗普這次 一定做 74歲 就做總統 沒得談的 碰緊 勢如破竹 當然 現在厚真相時代 公關 演技 更加重要 這個事件本身是真相 其實也不是最近的 近這幾百年都 大家可以參考 翁正對於這個留言的處理 寫了一本大二國迷錄 本身想著 可以 即是叫做釐清真相 結果 越多花生成 喂 我不知道真相是怎樣 他起碼 場面設計 不能頂 他走進去監房 那裡 就和真正對話 弟 你有什麼不妥我 是吧 我有什麼不妥 先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當我膚色啊 不要看我祖族啊 你當我一個漢人皇帝啊 我做得哪樣差 哇 你開場戲 在監獄那裡 皇帝和死囚對話 對話完之後 寫了大陸 印本書 現在曾正呢 醒了 哇 真是被他洗腦還是腦醒了 不知道洗腦還是醒腦 大二國迷錄 哇 那戲劇化出來 雍正 一生 真是 他做皇帝都做不差的 但是沒有人理他 即是怎樣 就是覺得兩件事 全部都是老屈的 什麼改過傳照 啊 跟著這個 這個就好笑 整場戲出來和死囚對話 放了他 證明他真是 呃 呃 呃 哇 我覺得雍正 拍得雍正這些 真是 你猜不到以前已經這樣去 我去包裝自己 不過好像都懶惹了 大陸 懶惹了 懶惹了 那時候 即是在近這十幾年 或者是近這三十年 學術界才幫他翻案 是 以前大家都是猜他 你肯定有做的 懶惹了 但是不是 最後變成禁書 原來 死完出來 都好像 都好像不太抱清潔 禁是乾隆禁的 乾隆禁的 馬上抓了 真正回到寧寺處死 哈哈 那這些就是公關的 一個叫做 側面的反應 當然 近這幾百年 公關非常重要 厲害 又有一個案例 就是公關成功 就是果味娘子 果味娘子 最近被爆出出軌 這件事非常火熱 大師也有說過 但是最近 似乎公關臭效 大家 在日本輿論界 似乎形象扭轉 他本身對於出軌 就是口誅不伐 最近似乎同情偏多 包括就是有一些 所謂的 他出生的時候 年紀更小 未接觸過社會 道歉信寫得非常真誠 或者是家庭不幸福 甚至有人說 一場分愛情 這個代價會不會太大呢 師父的言論又有些轉變 那他一向的形象不差 最重要最重要 他又不算是大雄 我守著都是二線 二十年前就是大雄 大雄真是偶像 我印象中 他後來都揹不到哪一個大器 後來都沒有揹到很厲害的 我可能做得少 我心目中我不是覺得他是一線 他的形象就非常好 然後這些就好 即是他轉了 即是他出軌 都幾峰迴路轉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 你知道現在世界潮流 你一說自己 性取向有轉變 大家都不是太敢 我不知道如果世界潮流來講 不會太過口誅不伐 都是覺得他一有勇敢 等同me too 即是你現在說到的 有一件事 你等同me too 我事業失敗 我因為當年被人性侵 你當me too 你就有勇氣了 即是你有勇氣出來 為港大婦女 去說出那個真話 好了 如果你說出軌 那你又有勇氣了 即是在這個 性取向方面 出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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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機 勾佬 勾佬 不是出軌 勾佬 那這個就糟糕了 這個我看錯了 我不是說出軌 同性戀 勾佬 哎呀我聽錯了 我這幾天聽錯了 我看一看 勾佬 勾佬 勾佬真的 那這段真的要 這段要交給你 哈哈哈哈 為什麼 勾佬真的 因為我們結婚了 勾佬就不能原諒了 勾佬就要武寵殺二嫂了 這個呢 увидеть你怎麼寫道歉信呢 都沒得谈 最多叫做 最多就叫做 結 結有本難念的經 即是你 你 你 好像 этой 大安那 他都敢說沒有 沒有出軌 他也不夠敢認 你一出軌 以東方來說,你沒理由 老公怎麼對你不住,你就離婚了 你一出軌,你先失去婚了 不過現在,我不知道他怎樣寫得好 好還是不好,大家就是不口諸不罰 其實心底裡已經沒得做了 他不可以走出來 因為爆出來的那個是文春 可能讀者們,觀眾明明知道 周可民春以往以娛樂圈、聲優界、動漫界 吃這些花邊新聞,做一個很好的 怎樣說好呢 一來就多這些花邊,二來的東西都坐了幾十 早前踢過鐵板,他打算爆一個聲優 鬼頭銘利和男朋友同居 結果因為鬼頭銘利的身世太慘 所以爆出來,大家就反而同乘他 或者叫做認可、祝福、翻車 結果文春當然要繼續找其他東西 爆其他,包括這一宗比較大 為甚麼他那麼失策呢? 你出軌,有沒有耐軌呢? 因為文春就不知道文春的狗仔 這麼厲害? 但就炒了很多 通常我們做娛樂圈,我們那段日子 剛剛交替著一周刊,狗仔隊出來 比如說八十年代入娛樂圈 到九十年代中,一周刊槍就爆得很厲害 跟明星反散面 以前記者和明星的關係非常好 我們都知道這些東西 誰跟誰有腦 誰跟誰在片場搞甚麼呢? 那誰跟誰有腦? 很多全部都知道 你問燈光都知道 道具都知道 編劇都知道 都沒有去知道那麼多 我們跟著牆場 鬼殺禁殺 就知道了 就算不知道那些 大家就在道正圖算 大家是非做人情 大家笑笑就算 因為那些不值錢 笑笑就算 後來一周刊一出 就很值錢那些東西 就是說給你錢 那要全線就決裂 其實這些東西是很容易知道的 很容易知道 你不用說是私家偵探捐一圈 你繞個圈 你基本上 你有那裡做一個崗位 編劇也好 製片也好 燈光道具現場 你一看 你一問 基本上都知道 你咬不咬得 你咬不咬得 有沒有想為證 一定有 所以 我不知道他現在這個 為什麼這麼失策 其實現在人家偷情的出軌 除非你預了給別人知道 通常就說 我就預了給別人知道 比如在電梯裡 影響到有父之父的明星 跟那個人搞事 電梯又拍到相片 有相片為證 或者你車鎮也好 有人被人捉爆 他跟他車鎮之前 走完那些時間空間 很多人都看你眉頭眼睛 很多都知道的 尤其是那些 男未婚、女未嫁的 發展地下情的 今天發展地下情 明天就曝光 後天就說 拉斯懷加斯結婚 個個都知道 其實你出軌 我 你預了預定給別人知道 其實這樣也預了給別人知道 你不跟 出去打劫奧巴 你那些莊物 我預了高飛 第二宗又來 你做賊沒有數 我明知最多通緝沒有數 就是賊 賊 我當然是預理通緝的 賊不通緝就不是賊 我為甚麼阻礙 我預理知都可以 那這些呢 又是預理知 但是預理知其實 你基本上是想定後著 你旁邊那些都要想定後著 你以前阿B嫂 跟那個白頭佬那些 兩個家庭 只預了全部都知道 我 我懷疑他這些 有一點點 他 有一點點自動引搭 或者想定了公關策略 那個時機成熟 或者和我老公和家庭 已經搞定了 就是不會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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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這些事 尤其是日本 有數講的 沒有這些事 大陸也開始也有數講 九姐島也是他 收錢我幫你掩蓋 也是他 那我 我唯一就是 其實這個公關 我覺得都不是突發 我們海外讀者 就覺得是突發而已 這樣啊 如果他偷情那個呢 不是兒子 就好了 你應該找人家出來扮 我是他的情婦 是女兒來的 那兒子 那就正了 不過這些呢 那些什麼突發呢 通常我們都想好了 告訴你那些 男明星出外拍戲 酒店叫計 然後被人拍到 他和女兒入房 有些拍到 有些拍不到 出來搜他的垃圾桶 有個避印袋 你都想好了 一爆 那些事誰先吃 軒仔你又未結婚 誰又有老婆 你認了我拿個袋好嗎 一袋還 一袋就換一袋 你認了這個袋呢 我就送你一個 搭大袋 讓你去追 那這些就 其實我們經常 這些近年都是這樣 如果一個明星被人召到 那不是 事頭處理不是我的 剛剛借房間 軒仔 軒仔搞東西 通常都是這樣的事情 那麼 你搞這些事情 不知道 很少一時衝動 這樣被記者抓到 基本上我們就知道了 他們都做得 就已經有了 有了部署了 唯有這麼說 這件事我不是很熟 日本娛樂圈 我只是用我 香港娛樂圈的 小小花生 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文春炮 非常之厲害 很厲害 找了很多 之前有個人 一腳踏十船都可以找到 不過他就 講不良知 就是 世界級 起碼亞洲巨星 都值錢的 那你始終娛樂新聞 有些這樣的事情 一個圈 都大家才找到吃 來這麼起碼 大家就找到吃 這些就 娛樂新聞 娛樂化 就不要搞到 政治新聞娛樂化 法庭新聞 娛樂化 這些花生 這些花生 不過我現在 我不知道 現在我不是很 自己有家室的那些 又有些女兒 那 真是好 看到這些 都心有戚戚然 看到大好家庭 看到有大好家庭 又一單新聞 那樣 全部摁倒了 情何以堪 自己都不太想看 我不是很想評論 你不是很 心又戚戚然 真是 那 那 踢爆和不踢爆 對於這個明星 就是經常覺得 對於自己 就是 明天馬大眼的生活 又有什麼特別影響呢 就算是 粉絲也是這麼說 粉絲就被人 他又不是 現在又適應了這麼久 都好像 好像都沒有什麼戲拍 那我就 就是我都是 都是娛樂圈中人 電影圈 我又 對於這些事情 我又很好戚戚然 就是我覺得最好不要 我記得 我記得 那時候 我做過一單 爆那單新聞 陳秀文和林國雄 陳秀文和林國雄 就說 他們原來都分了居 那很多年前 現在說都不是 現在的新一代 都不知道是誰打誰 那時候 李鏗琴在那裡 李鏗琴就說 哎呀 怎麼又弄出來 說了不說 為什麼他們又說 那些老人家 那時候我又不是很大感觸 那現在我覺得 琴姐當時的心態就是這樣 以前就有數說 算了人家大好家庭 不要說了 你爆出來 多少錢 那就是有些人不生性 就是要去賣料 就是賣 那就是搞了 那就 沒有了 那就是整件事 所以 就是我們的角度又不同 這些我又吃不到花生 我又不是很敢提 哈哈哈哈 他說 厄長問題 還是不代表亞洲電視 哈哈哈哈 當然啦 有新聞才有話題 有話題才有工作的崗位 那就是 對於日本影視界來講 這一宗都非常之大 那就是都夠文春 都吃一兩三期 那就是 之後他應該會爆更多新的東西出來 那今天呢 暫時就去到你了 好吧 拜拜 拜拜